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叫了一声 这是独骄 脸上露出了罕见的巨色 只见这个妖兽颜色鲜红 体型长达百战 几乎和韩丽以前见过的墨骄是一模一样 竟然是一条货真价实的骄龙 而且还是骄类中凶名赫赫的独骄 从他鲜红鳞片上流转的灵光 隐若实质可看 绝对是货真价实的八级妖兽啊 此类妖兽给他的那种莫名其妙的压力 也只有在那群猿鹰奇老怪物身上 韩丽曾经见过 妖类是少数几种从上古时期就一直留存天地的灵兽 此类妖兽不但修行速度远超普通妖兽 一旦修炼有成 也是法力神通远远超过同阶的妖兽的 甚至越阶灭敌对纯种骄类来说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若是典籍上记载属实的话 这独骄虽然是八级妖兽 但就是硬听九级妖兽都不会落在下风的 这怎么能让韩丽不为之色变呢 韩丽几乎马上就起了顿走的念头 但总算理智的没敢轻举妄动 现在远处还有两道洞光向这里飞蛇而来 看样子来亦不善 趁机逃走 总比现在贸然行动泄露行踪的强 不过即使这样 韩丽也悄悄地将血色披风披在了身上 并且同时两手微微一晃 五行环和花篮也悄悄地出现在了手中 韩丽这才安心了一些 这个时候 独骄已经停止了长丝 一扭硕大的胶头 看了一眼那还在雷电中拼命抵抗的巨龟 眼中闪过了一丝异色 但随后身上放射出射人的蓝光 庞大的体型在光芒中急剧缩小变形起来 片刻之后 一个和普通人差不多大小的人形蛟龙出现在了原处 头部仍然是猙獰的蛟手 丝毫未变 但是身子四肢变换成了人形 鲜红的鳞片遍布全身上下 后面还留有一条粗大的胶尾来回摆动个不停 看到这蛟龙画形的一幕 韩丽心里一片骇然啊 人形独骄就这样赤手空拳地站在海浪之上 却如履履屏屏一样 身子未晃一下 但是画形之后 独骄碧绿的双目不经意的往韩丽隐身方向瞅了一眼 目光中所寒的阴寒之意顿时让韩丽是通体冰凉了 握着两只古宝的手掌 朗汉直冒 幸亏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的金光和另一处的红霞相差无几地飞顿到了跟前 独骄马上不再理会寒丽 冷冷的目光朝空中现身出来的三个人望去 金光中的一名道骨先锋的老年道士 背插宝剑 手拿扶尘 一身金光灿灿的八卦道袍 手脸胡须地打亮着人形的独骄 一脸的震惊之色 不过在吃惊之余 眼睛里边也有一丝贪婪之色掠过 而离道士不远站立的却是一对相貌相似的中年人 僵尸般的铁青面容 火红耀木的长袍 全都一般无二 唯一不同的是 一位背着一个硕大的红色葫芦 另一位呢 拿一件仗雪高的鬼头成长 几个人望了一眼下方的巨龟和独骄 又看了一眼对面的道士 面无表情的一言不放 这三个人中啊 老道那是元英初期的修为 两名中年人呢 却只有结单后期的水准而已 但是 令韩丽奇怪的是 令两名红袍中年人却在独骄和元英妻老道面前气势十足 一点没有露出害怕的意思 哈哈哈哈 没想到会遇见两位货道友 贫道真是失败呀 老道的眼珠转了几下之后 忽然冲两名红袍人喊笑说道 我们也没有想到会在此处碰见金侠前辈 莫非前辈想要掠杀下面的两只妖兽 若是这样的话 我兄弟二人就让与前辈好了 背着葫芦的红袍人 抽出了一下脸皮 神色不变地讲道 老道听了这话 心里是一阵的郁闷啊 下面的独骄可相当于九级妖兽的存在 他就是再自大 也不认为自己一个人就能拿下此胶 要不是自持法宝犀利 他甚至不敢打此胶的主意 因此上 老道皱了几下眉头之后 干脆干咳了几声 直接挑明了 两位道友说笑了 平道一个人 绝斗不过下面的独骄 两位道友即使身怀破天神沙 也困不死死要 那我们双方要是联手的话 还有那么几分的可能 不知道两位道友有没有兴趣于事啊 拔几腰手 哎呀 可是好多年没人遇见过咯 若是真能侥幸成功 在下不要扒着腰单 但是这蛟龙的惊魂必须让贫道取走 金侠道人盯着两名红袍人缓缓说道 老道的这番话似乎有些出乎两名红袍人的意外 但是他们互相看了一眼 不知如何交流的 就由手持鬼头拐杖的中年人 简短的点头回答 好 既然前辈都如此说了 那就这么说定了 晚辈二人也不想放过这个机会 就放手拼上一次吧 一说完这话 另一个人手上一翻 背后的火红葫芦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他的手上 而老道文言顿时大喜 一抬手 一枚亲自御环 从袖口处喷出 迎风就涨发出了嗡鸣之声 下面 一直冷冷注视三人的独骁 似乎听懂了他们的言语 一丝绿色闪过之后 二话不说大嘴一张 一道雪光直奔老道一闪即逝的社区 而他自己呢 身形一晃 竟从海面上凭空消失了踪迹 下一刻 独骄就顺一般的出现在了两名红袍人的背后 两手一抬 食指蓝光一闪 狠狠插下 当的一声巨响啊 一只青色巨手默然挡下的这一击啊 竟是红袍修饰的那只鬼头鬼诈 自动化为了一只杖许高的争鸣恶鬼 寄不下他们 即使这样 这对霍氏兄弟也是吓了一大跳啊 原本死人般的脸孔露出了一丝害人之色 但与此同时 他们也将内的只红葫芦轻型祭出 一阵凤鸣声之后 无数的红色金沙从葫芦中铺天盖地的狂游而出 转眼将方圆百余帐范围的都化为了火红的世界 将的毒胶困在其内 而另一边的毒胶呢 喷出的雪光也如同红雾般的和老道射出的玉环交织缠斗到了一起 看哪 金霞老道满脸凝重 丝毫不敢让雪光近身的样子 就知雪光同样的非同小可 毒胶被迫以一敌三 明显是在为那妖龟肚结拖延时间啊 同样的 老道和两名红袍人 也怕那毒胶见识不妙飞对而逃 也乐得一点一点的消耗此妖的法力 然后再拖下落手 至于那巨龟 即使杜劫结结束了 也是元气大伤 不足以为惧 如此一来啊 高空中三个人一妖斗斗到了一起 而下方的巨龟杜劫 也到了关键之处 天上的降落的不再是一道道闪电 而开始落下一团团的银色雷球 是击打着那巨龟浑身颤抖 一声声的聚吼不已啊 见此情景 暗藏一边的含力却心中大喜 他自然不会存什么渔翁得力的愚蠢念头 这种成斗的争斗不是他能够插手的 最后得胜的无论是妖是人 收拾他这位结单初期的修士都绝对绰绰有余 如今好不容易有了逃命的机会 他急忙将全身法力注入到了血色披风之中 瞬间化为了一层血光破空而去 含力的惊人动光 也让争斗中的三人一腰吓了一跳 但随即就不理会了 因为血光的速度虽然极快 这让他们还是一眼看出了含力的修为深浅 一位结单初期的修士 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无关紧要的人物 因为害怕洞府被这些妖兽和修士发现 含力的血光并没有往雾海中飞去 而是另寻一个方向逃顿而去 借助血色披风惊人的速度 这含力一口气逃出了几千里啊 看然后面没有什么针锥来 这才心里一松 放心的换上了普通的洞光 继续向前飞去 足足飞出了大半天的路程啊 含力才随便找了一座荒岛 暂且停留下来 在附近海域耽搁了几天之后 估计那边的大战应该结束了 于是含力才小心翼翼的往回飞 果然乌海的附近已经风平浪静 妖兽 修士 天雷全都不见了踪影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含力站在附近的海面上 微微沉淫了一下 忽然将神石缓缓放出 开始扫视附近的海域 忽然他心中一动 清光一闪 人默然的向海中沉去 一件树丈长的条状东西 荧光神闪的 竟是那巨龟的一部分尾巴 另一件是半截的鬼头鬼杖 还残留着惊人的灵气 看来那场大战 谁胜谁赢还真不好说了 雷杰一结束 他们说不定又追逐离开了附近的海域 毕竟到了元英七和八级妖兽的水准 无论是修士想要灭妖取单 还是妖兽想要吞噬修士元英 都不是轻易能够做到的事情 实力弱的一方打不过而逃 那么应该容易得多 韩丽看了看手里里边的两件东西 脸上流露出一丝慎重之色 他想了想后 两手一挥 竟将这两样东西再次扔回了海底 即使可能性不大 韩丽也不愿意被人追踪两样东西 而引火烧身 他四处重新打量了一下 确定附近并没有隐匿什么修士和妖兽 才不再犹豫的向雾海飞去 洞府外的禁制哀然无恙 韩丽的最后一丝担心也放了下来 匆匆进了洞府之内 原来在大战开启之前呀 韩丽是打算迁出这个岛的 可是经过那三名修士和妖兽的一番大战之后 他反而改变了主意 巨龟先别说是生是死 但绝对受了重创 即使巨龟真的在这片海域 经过此番惊吓也绝对会迁走的 况且再找一个如此隐秘的岛屿 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就是找到了 谁知道另有什么高阶的妖兽 盘踞在附近呢 如此一来呀 这里看起来反而更安全一些 不过韩丽也不敢大意呀 一口气又在小岛上多布下了几个幻阵 并在山脉的其他地方 另行布下了两个尾洞府 同样布下了尽致掩盖着 如此一来 就是真有强敌入侵 他又有机会逃顿了呀 做完这一切之后 韩丽才渐渐的放下心来 他并不知道 他那天所看到的那场人妖大战 竟然是揭开了日后 乱星海妖羞之战的重要的导火索 被激怒的乱星海交了一族 也加入了屠杀人类修士的高阶妖兽阵营 人类修士因此损失惨重啊 韩丽这一段时日后 动火安然无恙 没过多久 就将那天的大战 抛到了脑后 现在他在为了日后捕杀妖兽 正专心的炼制一些困敌的布阵法具 如今要对付的十六七级的高阶灵兽 他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就在这期间 吞噬完毕的士金虫终于产卵了 当韩丽满心欢喜的看到那些成卵的时候 却露出了一脸的恶人之色 虽然还是白花花的虫卵 但是这些虫卵表面 却出现了一些黑色的斑点 非常的惹眼 这是 看到这里 韩丽第一个念头 就是这些士金虫 难道已经进阶到成熟体了 但随后他自己否认了这一点 根据他的推测 以前的金虫虽然已经威力不小了 但距离传说中 几乎是不死之身的成熟体 明显还差了许多 绝不可能这么快的就进化完全的 于是 韩丽心中再思量之后 自然想到了成千上万的被吞噬的铁火椅 难道因为吞噬了太多的铁火椅 开始产生什么出人意料的净化不成 想到这儿 韩丽好奇心大起啊 不过距离这些虫卵孵化 按照原先的经验 应该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呀 他没有多加迟疑 强按耐心中的一丝期待 画出了控审法阵 将这些虫卵呢 全搬到里边滴血认主啊 然后哈利才顺路向隔壁的金丝蚕虫 也看了一眼 现在的金丝蚕 除了服下两颗五色圆珠的两只之外 其余的即使也有灵药续命 还是渐渐死去了 即使啊 那两只服下了圆珠后 因为奇妙的药力而存活至今 但也没有丝毫能好转的迹象 到了此时 哈利已经彻底的死心了 他特意准备了一些霓裳草 准备给这两只金丝蚕服用 看看是不是也能像弑金虫一样 催生出一些残卵出来 现在哈利也已经肯定 那些圆珠即使不是补天丹 但对身体也是只有好处 不会有害处的 过了半个月 哈利将所有的布阵器具炼制完毕 接着将霓裳草给那对金丝蚕服下 自己呢 则进入了闭关室中 要服用那些五色圆珠 除去当初用掉的小珠子 哈利手里边还有六枚 哈利的心思是希望借助着五色圆珠 可以让自己的功力迅速发展到结丹后期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为他今后的结丹 可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啊 预知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怀人修仙传》第二百九十六回 《怀人修仙传》第二百九十六回